狗狗属于杂食性动物 作为家庭伴侣犬 还是建议以狗粮为主食 其他食物可以偶尔适量给予 例如水煮鸡胸肉 红薯苹果等 狗粮主要针对狗狗的日常所需设计 营养成分丰富且均衡 一般来说 高品质有保障的狗粮 可以满足狗狗成长发育 所需要的全部营养 如果想给狗狗提供更丰富的营养 食谱多样化 还可以在平时饮食中 给狗狗四味羊蓝粉 营养膏海灶粉 以及必须脂肪酸 卵磷脂等营养补充剂 但是不介意四味人吃的食物 因为很多人吃的食物 高糖 高盐 高油 狗狗都会无法快速代谢 也有食物会导致狗狗中毒 例如巧克力 洋葱 大蒜 葡萄 葡萄干 牧糖虫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